樂士搖搖粉麻辣鍋口味62塊 它那個花椒直接沖出來 整個就是麻辣鍋在你嘴巴裡面 壓軸的部分 根本都是很新 甚至還沒有發公共廣告 但是我們就問那個 帳戶的那個大哥 欸這個沒看過 他說這個很新 這個是新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市場我是Suna 我是Dina 我是Suna B 今天呢又要來拍 沒錯 因為全連之前都是網友推薦我們美食 那這次呢 我們要來開箱全連的新品 來幫大家 應該也會有很多好吃的 有好幾樣就是我們很期待 看起來都是超好吃 像一眼望去 我覺得感覺上是沒有什麼雷品 而且還有我最期待的茶湯會 它竟然出了紅豆拿鐵雪糕 茶湯會的紅豆拿鐵 也算是我自己最愛喝的那種紅豆拿鐵 所以我非常期待 那我自己最期待的是它桂冠的兩款冰棒 因為它這也是出大福 它就是直接變成一隻冰棒可以吃 好那我們就先從熟食類的開始吃起 那在開箱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身上的衣服 我們今天身上的衣服是Polylulu跟HH先生聯名的 2023年Polylulu的代言人就是美美 那他們推出了三款不同的聯名衣服 然後呢都各有兩色 那有興趣的呢都可以上他們的官網看看 因為買3000元呢 就可以得到他們這個Polylulu跟HH先生聯名的限量 太大了 限量聯名包裝 超級可愛 美味糖五目炊飯89塊 那定樣呢 我們要先來吃的是美味糖的五目炊飯 吃起來不會很乾耶 有點像油飯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油飯吧 喔是喔 我不知道感覺超像 它的醬油味蠻重的 然後它裡面有蘿蔔絲跟木耳 但我覺得它就是只有醬油味最明顯 就覺得吃到後面有一點單調 整體吃起來我是覺得蠻香的啦 只是說 我個人可能比較不愛這種炊飯 我喜歡吃那種豬油的那種 它的香氣就是比較單調一點點 然後也沒有什麼層次 那這個五目炊飯的大分數是 6.5分 美味糖阿薩姆茶香蘭花乾79塊 很好吃耶 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口感很好 它真的是有吸附飽 它那個湯汁你咬下去就是會 啪啪 滷汁噴發的感覺 它裡面的湯汁都還給的滿足夠的 對 這個配飯就很適合 後面 而且它就是你買來就可以直接吃 也不需要特別去加熱什麼的 就冰冰涼涼的吃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一點 是它的調味不會過重 我覺得是偏清爽的 所以你吃起來不會覺得很膩 對美味糖的阿薩姆茶香蘭花乾 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吃的是樂士和多利多姿 都新出的一個是搖一搖 一個是沾一沾 像我比較喜歡吃多利多姿 然後Yuna就比較喜歡吃樂士 我都可以 他都愛吃 好 那我們先吃多利多姿好了 好 多利多姿沙沙醬口味62塊 多利多姿黑胡椒醬口味62塊 那我們先來吃沙沙醬 它裡面分別配的口味不一樣 沙沙醬它是配超濃起司口味 對 好吃 好像那次墨西哥taco的感覺 對 加了醬之後我覺得它整體好吃很多 嗯 我覺得一直單吃這個超濃起司口味 超後面會有點膩 對 可是加這個醬之後就可以 你這一塊選擇要不要加 對 要不要加也可以不要加都可以 而且它的醬是有一點辣辣的 大概小辣左右 嗯 你吃起來會有一個新的風味頂上來 對 就是有起司的濃郁 有沙沙醬跟辣跟酸 對 而且我覺得吃起來也不會到 原本你在吃洋芋片那麼乾的感覺 因為它是有點濕潤 那我們接下來吃黑胡椒牛排醬的 嗯 嗯 這有那種 鐵板麵黑胡椒口味的既視感 對 還是沙拉醬比較好吃 哈哈哈哈 你剛剛是這樣子沾嗎 對 我本來是沾生辣醬 我們吃吃看 嗯 沙沙醬很好吃耶 加黑胡椒醬整個都不對 嗯 對啊 我決定來吃吃看這樣 嗯 已經超乖 又起司又黑胡椒 兩個味道都很重 因為黑胡椒蠻鹹的 嗯 然後它又有那個胡椒的嗆 多利多汁沙沙風味醬口味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多利多汁黑胡椒牛排醬得到的分數是 6.5分 樂士搖搖粉麻辣鍋口味62塊 樂士搖搖粉帕瑪森起司口味62塊 我們剛剛很像在經歷那個王子麵搖搖鼠的感覺 對 要先吃哪一個比較好 是不是要先吃起司 好 好吃耶 甜甜的耶 好不錯耶 它有那個起司的甜香 嗯 再配沙沙醬 配沙沙醬好吃 還吃到這樣子一起搭起來的感覺 配沙沙醬好吃耶 因為起司很配沙沙醬 嗯 我想加加看牛排醬 配 這個配牛排比較好吃 因為我在想樂士有出過牛排口味啊 因為我覺得樂士的口感比較輕薄 咬下去就比較沒有那麼負擔 所以配這種口味就是重一點沒關係 我覺得它的起司味道就是偏甜 沒有那種很重鹹的起司味 所以吃起來也算是蠻刷具 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不會覺得味道很重 像是剛剛多利多蒸的那種 接下來我們來吃麻辣鍋口味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 因為我喜歡吃辣的 嗯 嗯 嗯 它那個花椒直接沖出來 整個就是麻辣鍋在你嘴巴裡面 然後搭配那個餅乾的口感 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蠻辣的喔 就如果你怕吃辣的 我覺得你應該吃不完一包 我覺得粉加一半就好 對 它的口味真的很重 所以你在吃熱的時候要謹慎小心 對 呵呵呵 怎樣要配水 對 那這個樂士帕瑪酸起司口味 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那這個樂士麻辣鍋口味 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接下來這次是 我們覺得算壓軸的部分 對 他們都是很新 甚至還沒有發公共廣告 但是我們就問那個 帳戶的那個大哥 欸這個沒看過 他說這個很新 這個是新的 花生金萱水糕四入129塊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它裡面是白玉Q圓仔 外面是金萱農茶的冰殼 然後下面是花生奶冰 嗯 Q圓仔好吃欸 Q圓仔真的就是那個桂冠湯圓 我覺得它下面那一層 花生的味道比較好吃 上面那個就比較 沒那麼有突出的香氣 嗯我也覺得金萱沒有什麼香氣 但它有一個好處是 它沒有做的很甜膩 我希望它下次出一個 沒有金萱的 花生加那個圓仔的 對 我蠻驚訝它的那個Q圓仔 可以做的這麼Q 對 因為一般在冰棒裡面 通常都會硬硬的 對 但它這個是軟Q 它還帶一點軟喔 芝麻鐵觀音雪糕四入129塊 好複雜喔 哇這甜味好重喔 而且會苦欸 芝麻跟甜風味到底搭不搭啊 對我覺得有點衝突 就是上面味道重 雖然芝麻也是重的 但它芝麻香很明顯 可是鐵觀音是 它種種 清香 對 有點種錯地方了 那它應該要種在哪 它應該是要有一個香氣 依附在芝麻身上 但沒有它就是種在它自己而已 對就是你覺得它們有點分離 對 各自很重 有一點這個意思 OK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當我在吃鐵觀音的時候 我就吃不太到芝麻 當我在吃芝麻多一點的時候 我就吃不太到鐵觀音 就是它們都很重 可是它們沒有融合在一起 幫彼此加分 我是覺得吃在一起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在吃什麼 桂冠冰果市花生金圈雪糕 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桂冠冰果市芝麻鐵觀音雪糕 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茶湯會紅豆拿鐵雪糕四入125塊 這支我覺得就比較有點甜膩感 對 它的那個奶精味蠻濃的 對 它吃起來超像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 罐裝奶茶 麥香奶茶 麥香奶茶味 很像 嗯這支就稍嫌 覺得有點普通 因為它知道的味道就是那個 麥香奶茶的味道 對 紅豆也是有點甜的 整體甜度好高喔 因為它也是那種蜜紅豆 它就是還蠻單調的那個味道 那這個茶湯會的紅豆拿鐵雪糕 得到的分數是 5分 那吃完了以上這次全聯的新品 我們要來進入推薦 那從熟食的開始 我們第一個先推薦的是這個 蘭花乾 這個蘭花乾這個很好吃 大家可以去買 那再來呢 是樂視的兩款 帕瑪森起司跟麻辣鍋口味都很好吃 就是兩個都有做出他們自己的水準來 嗯 那最後就是多莉多姿的這個 莎莎風味也是很讚 大家可以買來吃吃看 那最後呢 要來跟大家講我們身上的這個 Poly Lulu跟HH先生聯名的T-shirt開賣囉 雖然他們是中大尺碼的品牌 但是他們這次有出到M號 所以M號到3XL的尺寸都有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身上這件T-shirt呢 然後它是粉色的長板T 然後我上面是寫一個B-Rail 然後後面有美美 對很可怕 然後它這邊是做那種車線的設計 整體的版型就是比較偏寬大舒服一點點 然後我這一件呢是比較偏短板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短板也沒有真的到很短板 然後它是撞色的滾邊 天藍色配上白色的 然後上面也有三個美美 好可愛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穿的美美 然後舒服的衣服 然後一起開箱美食 然後一起幸福的吃吧 那如果大家最近有吃到什麼全聯的新品 或是全聯的美食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推薦給我們 如果有希望我們開箱什麼新的主題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說 那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 幸福的吃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